老板 这米怎么卖啊 六块一斗 先生 您好 看看 给我来十斤大饼 好好好 您还要点别的吗 您看 这刚倒的红豆 您来点 好 行 您给我邀点 好 好的 云秋 你怎么来这儿了 出什么事了 我有事 想问你 有什么事 又不急于一时吗 任老 我要跟你商量一下 林建峰的事 他毕竟是我丈夫 我实在不放心他 胡闹 你怎么可以感情用事 林建峰的事情慢慢来 你这样太过于心急不是好事 但是任老 记住 林建峰的事没有十足的把握 不可轻举妄动 林建峰事后真的值得信任 我们谁都不能保证 如果麻痹大意 这个人也许会让我们 站在风口浪尖 敏秋啊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可是这个时候 怎么能够感情用事 你的职责是保护审理的安全 我知道 你和他曾经是夫妻 但在这件事情上 你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情绪 你要慢慢来 有些事情我不能告诉你 因为事关重大 我明白了 还有 还有 这段时间你们要小心 要提高警惕 以后你不要到我们店来了 去吧 我相信慢慢的 你一定会想起以前的事情 我真是个教师 你是个知识渊博的教师 深受学生们的喜欢 我也因此爱上了你 是真的吗 真的 你的情绪好像很低落 别担心 我想不起来 我心里一直都有你 我跟沈丽是暂时的 暂时 你是不是 有什么事情骂着我啊 行为了 有什么事 我还跟你说 可惜 又是你 是什么事 有什么事 你还知道 真的要想起来 我该来 你我问你 我爱 сп这个 你现在离开上海也好 我会请一些人护送你走 躲开中统那些人 你就安全了 谢谢你 明秋 等一切可以公开的时候 我自然会把所有的都告诉你 好啊 我不一在此逗留太久 先走了 明秋 你要保重 先生 您的咖啡 请慢用 现在还没有什么进展 他不信任我 我想到了 在我的意料之内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看来 你没什么利用价值了 别别别 张开张 我还有一个办法 但是需要你们配合 说 是这样的 老人让我带话给你 救国会其他同事们 已经筹集了一大笔资金 已经交给我们负责保管 我们打算把它变通 暂存在你这里 老人说 让你全权负责 一定要保证这笔资金的安全 太好了 任老真是信任我 我一定会把这批资金 当成下蛋的母鸡 让它下出更多的金蛋来 好 那我得走了 老谭 你刚来就走啊 对 这段时间 国民党盘查得特别严 他们盘查这么紧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 你们也要特别地小心 若是需要我帮忙尽管说 不用了 不知道国民党又在搞什么 我们会注意的 那我们保持联系 路上小心 放心 那我先走了 好 喂 沈公管 好的 请稍等 少奶奶 您的电话 谢谢啊 不客气 是 我是丁敏秋 好的好的 我马上过来 你千万别走开啊 嗯 你怎么还在上海 出什么事了 我们中了中通的埋伏 逆情的人也受了重伤 他们在哪里 你受伤了 没事 对了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走 来 胡子 胡子 醒醒啊 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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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会的 我刚才出去的时候 胡子还跟我说话呢 他还说叫我小心点 不 不 胡子是因为我而死的 胡子是因为我而死的 为了我他们尽心潜力 为了我他不值 我对不起胡子 对不起大家 不 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中统是怎么知道的 你们离开的路线 被人泄露了 泄露 不然他们怎么会那么准确地 围堵你们 可中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哦 对 张淑恒说 掌握了什么 救国会的真实背景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 不知道那个救国会在哪儿 张淑恒怎么说 他说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月老 而且还有几个帮手 一同在操作这个救国会 你还知道些什么 你还是别打听了 知道的越少越好 我不想你也成为中统的目标 难道你认识月老 我怎么会认识月老 不过国民党要抓的人一定不是坏人 也行 我最恨国民党 好了 那这样吧 我先回去了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哪 你也小心 林建峰说 总统怀疑救国会跟共产党有关 这件事非同小可 如果总统盯上 我们势必会展开调查 那沈丽就更容易成立他们的目标 沈丽现在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总统没有证据 就不能动你们 救国会跟共产党的关系 他们应该是猜测 不过 他们既然盯上了救国会 所以就不能不防 猜测 猜测 对 那怎么办 这样 我去见林建峰 明天下午三点 让他去美华西餐厅 是 喂 什么 南京路美华西餐厅 好 好 你给我拖延一些时间 我立刻赶过去 嗯 梁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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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是谁 不用问我是谁 坐 你就是林建峰 我有一些事情想要问你 你要问我 嗯 那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谁呢 你又何必这么关心我是谁呢 我听说你知道救国会的一些事情 不 是谁告诉你 我知道这些的 他多大年纪 是男是女高碍胖瘦 何必问那么清楚 我不方便告诉你 林建峰 你想干吗 你连这件事情是谁告诉你的都不知道 我又怎么知道 你是不是中统派来的特务 我只跟信任的人说这件事 我可不想把自己的命 交给一个 什么情况都不知道的人 快说你是谁 快说你是谁 林先生 不要紧张 好了 你去吧 是 你又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想做什么 我认识 你以前的妻子丁敏秋 还有你们的女儿邵云 有什么事情跟我讲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我刚才 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明白 大家还是谨慎一点好 敏秋希望我 帮助你 但是我至少应该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 我昨晚 离开上海市 遭到中统围堵 他们促向我当成共产党 说要抓共产党负责人月老 捣毁共党的朝鲜 我知道 敏秋不是普通人 我想帮助他 你想多了 敏秋就是个普通人 丁建峰 你的确是个中甘义胆的人 你好好养伤 有什么需要 可以和我联系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是谁 就这样 好 定住林建峰 是 老板 老板 这大白天哪 怎么不开门啊 有点急事出去了 怎么 想要点什么 老样子 两集红豆 好 稍等 拿好了 今晚九点老地方 谢谢老板 去吧 来 坐 坐 听敏秋说你见林建峰呢 情况怎么样 是吧 中统似乎已经盯上救国会了 他们已经查到我们三个人的代号 但是还好他们不知道我们究竟是谁 中统 对 中统 对了 估计还是你的那个老同学张淑恒负责 如果中统已经盯上救国会的话 那张淑恒一定知道了些什么 他居然丝毫没有动静 我觉得有些奇怪 以我对张淑恒的了解极有可能是 他故意走漏风声 不会是他故意让林建峰来接近敏秋 接近您吧 有可能 好 这样 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格外小心 没有特殊情况 我们三个不要见面 当然 林建峰 你尽量也不要去见 好 但是他受了伤 而且又是孤身一人 无依无靠的 敏秋 你了解的是以前的杨涛 而不是今天的林建峰 人总是会变得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毕竟这次关系到咱们的资金 还是先等一下再跟他联系吧 沈丽说得有道理 林建峰话里话外 总是在探求些什么 我担心林建峰是在试探我 为了咱们的私禁安全 我们还是保持距离吧 好 我听你的 现在当务之急 是要保护咱们自己的安全 所有的儿女清长都要割舍 这点对你来说是有些残忍 我服从命令人 好极了 沈丽 上次老台已经告诉你 我们筹集了一笔资金 听说你要用这些资金操作运营 是这样 我有这个想法 好 这笔资金很快就到账 但你一定要注意 这笔资金至关重要 要确保运营的安全 是 凌晨 查到了什么人了吗 你左手拿的那张 千万不能让他们逃跑 我这就去办 老台 都准备好了吗 好了 我跟你说 记住了 走大道 知道了 走 好嘞 走了 走 来 快点 快点 别动 您来了 天叔 谢谢您 谢什么 这是包裹薯粉二本金 还有玉米 小米 就是打米少点 您跟我到里边说话吧 行 我给你打把手 好 来 姐夫 是我 过来 姐夫 二位 你 你人机灵身手又好 这是优点 但是 这个世道啊 一个人不能光有拳脚 还要有头脑 从今往后会督促你学习 你必须给我好好读书 听到了吗 姐夫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一定会努力的 好吧 来 过来 你去给任老烧个口线 什么口线 你 张超 来了 大哥 坐下吧 吃饭了吗 没呢 你 你吃的这是晚饭啊 我贅饭了你 我贅饭了 我贅饭了 你 Jamest 你把我打步了 我贅饭了 他曾经乱吴 我贅饭了 你 我贅饭了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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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万 谢谢任老板 我们连运费都省了 当然 这都是进价 孤儿院的钱 我是不赚的 三天后我来取货 杨家都瞧弄 谢谢任老板 跟任老板再见 再见 好走 好走啊 少爷爷 你看一下小舅的百步穿扬绝技 看好了 厉害吧 怎么样 来 拿着 小心啊 走 这个钢珠有什么特别的 科长 您还记得在重庆的时候 有一次有个黑衣人 夜闯咱们中头的事吗 记得那次我们不是也没抓到人吗 再说了 这个钢珠跟那件事情有什么关系 那天晚上我也参加了追捕行动 那个黑衣人差点就被我们抓住 当时有人用这种钢珠袭击我们 我们一时慌乱 才让那个黑衣人给逃了 说不定那天晚上用钢珠偷袭我们的 就是沈家那个礼外 您先下去吧 是 去吧 去吧 张爷啊 舒衡啊 来找少爷的 他刚出门了 是吗 沈太太呢 他在厨房忙活呢 我帮你叫他 我去找他吧 张颖 是我 舒衡 你什么时候来的 来找沈丽吗 他刚走 张颖跟我说了 他去商行上班了 要不你到那儿找他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既然不在就算了 原本也只是想闲聊两句 你这在做菜呢 是啊 你先到大厅坐一会儿吧 我很快就弄好 敏秋啊 你怎么亲自动手下厨了 我看张爷都该失业了 哪有啊 我就是偶尔坐坐 正好让你赶上 敏秋 你做的这是什么地方的菜啊 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 我还不知道你老家是哪儿的 你忘了 我以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是广西人 对对对对 敲我这脑子 那你是广西哪里人啊 桂林 桂林 桂林山水假天下 好地方 那你是桂林本地人呢 还是 惯养的 我们那里的白鱼洞 很出名的 我家离那儿很近 我小时候啊 还真以为洞里有一条大白鱼 整天跑到洞里去找呢 那这个惯养 它有没有什么当地的方言 有啊 不过你听不懂的 这个呢 是我们老家的特色菜 利谱鱼扣肉 在当地很有名的 我们老家的这道特色菜 利谱鱼扣肉 张仪她是不会做的 所以必须我亲自动手 有空的话 晚上过来一起吃啊 不不不 不用了 我可没有审理那口福啊 你就别客气了 就是多加一双筷子嘛 敏秋啊 你在南洋的时候 有没有学过 当地的特色菜 有啊 酸辣虾汤 味道比较浓 还有几道比较好吃的 有咖喱炖鸡 椰汁炖鸡 还有各种炒粉 在上海要找到好的原材料 就比较难了 不要抢了 不要抢了 没事吧 张仪 快拿药箱来 没事的 没事的 来来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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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点儿 别沾到水了 嗯 嗯 这 少奶奶 您没事吧 要不要叫姥爷过来 给您看看 千万不要惊动老人家 我没事 你去忙吧 那 这 好 明秋 你手上怎么这么多老金呀 难道以前 经常舞蹈弄棍吗 我们老家下田种地 套牛 拉车 劈柴 轮辅什么的 都是女人在干活 没想到你还是个好劳力呢 对了 沈丽她对你好吗 我只是个糟糠之气 怎急得上赵楚那样 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呢 沈丽这个家伙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如果换成是我 还疼吗 这样的话 那我先走了 明秋啊 对不起啊 没事 这小伤很快就能好 对了 你和小旭什么时候结婚啊 还没有考虑呢 这么多年 小旭对你不离不弃 她一片痴情 你别辜负了她 别再胡思乱想了 你应该尽快给小旭一个归宿 我知道 没有 我想了 还好 presorix 这小旭就再便宜了 少奶奶好 紫禮呢 在里面 嗯 好的 给我送什么好吃的来了 张叔很怀疑我了 张叔很怀疑你 怎么回事 他到家里来找你 你不在家他就跟我聊天 话里话外的 都在试探些什么 他试图用菜刀 来试探我的功夫 我差一点就上了他的当 还好及时收手 你的手没事吧 没事 皮外伤 他好像格外关心我的家事 甚至还试探 我有没有去过南洋 幸好我做过一些准备 了解了一些南洋菜谱 总算是蹦过去了 张叔很真的是怀疑你了 还好敏秋 你的应变能力足够应付张叔很 不管谁来试探 我的这套说辞都不会改变 从我开始工作 跟你做贾夫妻开始 我就准备接受各种挑战 看来中统是真的怀疑我们了 竟然就是我 因为我们只能以后 我们在一起 行工作 我们是在红网店 我只需要 我们是在毫无事 以后 我们是在乔业 下转是分之下 我们就可以了 我已经在这儿了 敏秋 对不起 我一着急 就忘了敲门了 没事 你说吧 我想提醒你 你去任老那儿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怕米店周围 已经固满了 中统那帮特务 嗯 还有啊 你 你从任老那儿出来之后 直接回家 不要在其他地方逗留 您这么说什么意思啊 我想说的是 你千万不能再去林建峰那儿了 我理解你的心情 我知道你想马上搞清楚 是不是林建峰故意试探我们 我跟你的心情一样 但是 是 但是在真相没有查明之前 我们必须以静之动 我们这时候要理智 不要冲动 至少要先摸清楚 中统到底知道了些什么 我们才能有对策防御他们 保存实力 如果你现在去找林建峰 万一林建峰已经 已经被中统控制了 那么很可能你就会被盯上 明秋 救国会的资金运作 是秘密的 外人不能知道 这次被盯上一定有问题 明秋 明秋 明秋我希望你能明白 我们必须要领志 好 我不去见林建峰 你不开玩笑 我向你保证 今晚绝对不会去找他 明秋 如果发现老人那边 有任何风吹草动 你不要逗留 至今我慢慢再想办法 好 我知道了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沈老弟 你要是再不来 我就把自己灌醉了 杨主任 有人跟踪我 跟踪你 从我出家门就有人跟着我 一路跟到现在 就在门口 杨主任 谁这么大胆子 我也不知道什么人哪 去看看 上师 没事 没事 放心吧 来来来 咱们先喝一杯 好好 别动 什么人 中统的 中统的 小文 林宇 何涛 麦洁 来 咱们是你们 是啊 这怎么回事啊 是啊 怎么回事啊 是啊 怎么回事啊 十杯 主任 是张可掌的人 你去告诉张叔好 以后别针对神力 否则我对他不客气 是 杨主任说了 以后你们别再跟着神力了 这是命的 好好 那我们先走了 好 好 走 弄明白了 是警察局那帮混蛋 我让人把他们打发走了 警察局的人 是啊 警察局的人跟足我干什么 真是 对了 还有件正事 这是 杨主任在润丰的分红 我已经给杨主任兑换成美超了 请杨主任向南 不是说好了 半年一分吗 时局混乱 我想改成三个月一分 之前呢 还是放在您手里 我心里踏实 再说了 我这老板 不定当到什么时候呢 你现在有何军长成要 你还怕什么 我是担心张淑恒 张淑恒 张淑恒 张淑恒不是你朋友吗 杨主任 以前是朋友 现在他变了 远得翻脸无情了 我真怕周济廷倒台之后 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你放心 只要我再喂一天 他张淑恒就是有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会让他动 杨主任 有您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我敬你一杯 来 老板 来了 给我来两个胆子 好嘞 师父 我去长虹路 不去不去不去 真够倒霉的 来两包烟 你自己拿吧 给你 别动 再动也打死你